感谢汉林电子教科书以及网络资源维基百科部分实验影片及图片的资源 同学让我们来整理一下非金属氧化物的性质 针对这些氧化物的状态化学式以及它水溶液的酸碱性来做一个整理 首先硫的氧化物二氧化硫是气态的化学式为SO2 水溶液会变成二氧化硫加水作用产生氧硫酸H2SO3导致水溶液成酸性 而二氧化碳它也是气体的化学是CO2 二氧化碳微溶于水会产生碳酸造成水溶液也是成酸性的 五氧化二氧它是固体的颗粒P2O5水溶液也是酸性的 原则上非金属的氧化物如果可以溶于水的话 都会让水溶液产生酸性的反应 至于金属氧化物的性质 让我们也针对氧化物的外观 化学式以及水溶液的酸碱性来做一个理解 我们以刚刚做的实验氧化钠 这个白色的微粒会出现在燃烧池上方 氧化钠的化学式是Na2O 氧化钠溶于水会产生氧氧化钠 让水溶液成碱性的反应 请同学稍微看一下 我们沾取融有氧化钠的水溶液 以波磅沾小许可以让红色实验氏子和蓝色实验氏子都成蓝色的反应 所以这个水溶液是成碱性的 接下来氧化鎂也是白色的固体 化学是MGO 让我们把产物氧化鎂融到水里面 一样取少量的液体 可以让实验氏子红色跟蓝色都变成了蓝色的反应 所以氧化鎂的水溶液也是呈碱性的 那是因为氧化鎂加水作用产生了氢氧化鎂的缘故 至于氧化鎮 C-U-O 我们也把氧化鎮放到水里面试试看 氧化鎮在水里面并没有溶解的现象 沾少许的水溶液出来之后 发现红色的石蕊氏子依然是红色 而蓝色的石蕊氏子依然是蓝色 显然氧化鎮在水溶液当中没有什么反应 水溶液仍然是让氏子不变色的 这时候我们称氧化鎮的这个烧杯内的水 仍然是保持中性的状态 金属氧化物如果可以溶于水的话 会让水溶液成碱性的反应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金属氧化物都可以溶于水 所以部分的难溶于水的金属氧化物 可能就没有办法让水溶液成碱性的反应 其实金属氧化物的性质 除了水溶液的这个差异性之外 我们说看到这个地方 有的铁环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它已经氧化了 而且这个氧化的现象出现的是铁锈 铁的氧化物铁锈 疏松很容易碎掉 所以有的铁栏杆会断掉 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金属氧化物 都是这么样的疏松溢水 铝和银 它的氧化物质地自米 可以保护内层的金属呢 不要再氧化 所以我们看到路边很多的这种铝门窗 大部分都用铝金属或者是铁的表面 来让它镀藏一层芯来取代铁 作为那个铁门或是铁窗 所以我们现在的建材 大多数以铝门窗 或是铁的表面镀芯为金属的材料 并马雍 这个提醒我们一个可以拿来思考的问题 博物馆内收藏很多秦汉时代的铜器 却很少见到比较晚期的宋朝的铁器 同学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你先想一想 其实这个呢 包括两个因素 这个铁的活性比铜大 所以呢 铁比较容易跟氧作用 也比较容易生锈 加上铁锈的蓬松易碎 不容易保存 所以铁制品腐蚀 没有办法保存到现代 相反的晴汉时代的铜器 活性比较小 比较不容易氧化 加上它的氧化物不像铁锈这么样的蓬松 所以难怪 现在博物馆内反而是收藏比较多 更早期的金属物品